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大家好 我是Money千亦 我們今天要來試駕這個是 算是限量的特別版 就是Focus ST-LINE LOMO 大概應該眾所期待 大家趕快上市 之前很多人吵說怎麼沒有多連桿 現在來了 而且不是只有多連桿 給你更多的配備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來試這部呢 因為這部的設定其實更接近Focus ST 在整個底盤 它的動力是維持1.5 就是跟現在非獨立懸吊ST-LINE是同一顆 然後變速箱也同一個 然後在外觀的部分 就是除了車尾的LOMO的名牌 不一樣之外 就是在旅圈的部分 對 還有在煞車的部分 煞車的部分 我們跟Money哥來看一下 這車頭基本上是維持一樣的設定 蜂窩的一個T型造型的水漿護照 然後LED的頭燈 然後我們來看車側 老爹 我忽然想到它為什麼叫做LOMO的名字呢 我忽然想起來 因為在 LOMO啊 我不知道耶 福特其實我一直知道 它在比利時有一個秘密的測試場地 對 在比利時 對 它的簡稱叫做LPG LPG 所以LPG的L就是LOMO的意思 對 就是LOMO的意思 那所有的性能車 福特的 都會是秘密基地調教出來的一個車子 所以你剛剛一直提LOMO LOMO我就記得 它應該就是以這個為名 所以它的整個底盤的setting 就是在MIMI GDG調調 對 所以這個也代表 我們今天這個ST LOMO 跟人家不一樣 是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外觀 葉子板這邊一樣有一個ST Line的名牌 對 它一樣維持18吋 對 然後呢 輪胎一樣配這個所謂米其林PS4 對 PS4 然後輪胎的尺寸是235 40 18 好 有沒有看到紅色卡 有 很明顯 而且我覺得它配這個紅色其實很漂亮 因為它這次的鋁圈其實雙色 然後其實它屬於深色 冷色系的 配上那個紅色最艷的顏色 那天我有看到它的車在走 這個非常明顯 很漂亮 對不對 我先講喔 它這個碟盤呢 厚的碟盤尺寸跟Focus ST是一樣 對 厚302 然後呢 重點是卡鉗也做了升級 是 但是呢重點是還有一個 從這個縫裡面看進去 聽說有強化是吧 告訴你 這是這部車的金水 它的整個避震器 懸掛 一樣是前半花枕 但是後變多連桿 但是不是只有換多連桿 重點是它的整個懸吊的調教 它不是說把ST-Line 那一支移過去 移到這邊來之後 稍微調一下 不是 它是整支不一樣 整支不一樣 包含彈簧 阻尼 懸吊的上座 然後三腳架跟鐵套 都有做更運動化的一個設定 那不就等於整個就不一樣了嗎 所以我剛剛開場才講說 為什麼 為什麼當初福特呢 要特別為台灣的這些熱血車 你要衝進這一部 是 因為它更接近於Focus ST的一個底盤特性 對 喜歡嗎 很棒 而且換上Lomo的名字 我覺得應該 就有它的定位在 好我們先來看內裝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一次呢 這Focus的整個車內空間 真的是比上一代進步很多 對沒錯 所以我特別請Money 為什麼 因為Money身高比我高2公分 所以我請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請它特別示範一下後座 對 老爹你是標準坐姿的嗎 我現在好看一下 沒錯 就是我的最標準的坐姿 我現在是坐在後座 你看其實我在這邊還有一個拳頭 只剩一個 你太高了啦 其實還不錯 而且它中間的這個發泡棉 其實坐上去有沒有 它有做那種賽車椅的那種設計 有沒有 所以中間其實是蠻軟蠻舒服的 很好坐 對而且支撐性也蠻夠的 我可以問一下你的身高是吧 185 185 差兩公分而已 對 絕對是兩公分 而且我的頭部啊 其實它的空間其實還是有夠的 一個多耶 對 那個是因為一般可能觀眾這樣看 它黑色頂篷 所以看起來好像會比較矮對不對 其實沒有 其實它還有一個拳頭 我是挺著 而且它這邊是有一點點斜的 不會讓很直 OK 所以坐起來算舒服 對我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呢這邊是不是不一樣 那個原本USB的插頭 對我剛剛有注意到 這個除了有一個USB的插頭以外 竟然還有這個Type-C的插頭耶 所以我現在最新世代的東西都給插上去 而且還有後座出風口 我覺得這個很貼心 對 後座 你看還有椅墊椅背還有接近林格文的設計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除了這個 還有防滑的功能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個操控性很好 所以後座在這個左搖右晃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蠻拉住 也是有點包覆性 我覺得不錯 還有紅色車縫線 讚 那我前座呢 我稍微來聊一下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開車我真的個人很重視 所謂的什麼叫駕駛知識 所以如果說不能讓我調到 像我昨天開一部車 對 算了我不要講品牌 那部車呢 我要開車的時候我就要變這樣 為什麼就跟老頭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椅子坐起來不舒服 所以我就不會想要完全是貼在那個椅子上 對 那Focus的椅子呢 這次的改變我覺得真的是很好做 第一個舒適性 第二個腿部的支撐 對我來講都剛剛好 那在就是兩側呢 這個腰靠的部分 它的夾緊的力道也滿不錯的 重點是這個方向盤 非常接近 很有那種M-Power方向盤的一個握感 看起來挺粗的 對 這個握感粗細 然後整個握進去呢 它還有一點軟質的皮革 握起來第一個舒服 第二個它的摩擦力 就是說有些方向盤握起來 會讓你覺得它不會 它不會 後方呢有換檔撥片 然後重點是呢 上方很多按鈕就是 很多買Focus的車主 都很喜歡叫什麼 Corepilot 360 對沒錯 它的你看它的自動跟車 車道維持 而且是全速域的 對 然後車道至中 全部都在這邊設定 前方呢一樣是維持 跟ST-Line一樣的液晶螢幕 然後中控台的上方呢 也有一個8吋的觸控螢幕 對 那內建很多功能 你是用iPhone嗎 對沒錯 那好它有Apple CarPlay 對 而且它下面我剛剛發現 這個啊 因為我剛剛有拿來倒車對不對 它倒車那個倒車螢幕好清楚喔 對 它有攝影機 解析度也很好 非常好 而且它是不是有一個廣角的設定 對 而且它的觸控其實蠻靈敏的 因為有一些車子 那個按上去之後啊 你會滑到很生氣 這個其實觸控很靈敏 對 第一個靈敏之外 你看它這個倒車 對 廣角 這個很方便 我很喜歡 好在中控台下方 還有一個法斯紋的 這個馬鞍的部位 這個材質超讚 然後那個排檔桿變成旋鈕式的 對 這是跟上一代的一個差異 那行車模式也有三種可以做調整 它有這個所謂的一般 然後節能 跟 運動化的 就比較SPORT的模式 對 循跡防滑也可以關 然後 手套箱裡面呢 也有一個USB 而且有兩層 對 雖然就整個氛圍 質感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這個坐姿 真的是非常不錯 還有一個 它有一個很棒的音響 因為我這個人很注重音響 真的 沒錯 B&Q 對 是B&Q嗎 是B&O B&O 對 其實一般人會覺得說音響好像差不多 其實我告訴你真的差很多 真的 當你在旋翼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它的音質如果好 你聽了不會煩 真的 如果是音響爛的話 你聽張學友唱 你都覺得不想聽 這是真的 這是實在話 它是不是後面還有一個重低音 是不是 後面的話其實 後箱打開 後箱打開它還有一個重低音 剛剛中間這個 我忘了把它拿出來 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而且它的支撐力 我覺得這代還不錯 因為之前有一些車子 有點太軟 你不敢去撐 那它這個其實如果你在兩位的話 其實這樣子 其實蠻舒服的 因為它這次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都做得很簡潔 而且是實用 非常實用 我覺得非常棒 這次的設計 好不要囉嗦 我們趕快上路試駕 操控比較重要 源自於LPG賽道 ROMO的底盤調教的Focus ST Line Go 好的 我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這部車的定位 就是說它是讓買家更熱血 更注重操控 這個循跡性 車頭的指向性 就是說對你在彎道裡面的極限超架 然後整個操控樂趣可以再更深一級 可以更讓你接近Focus正ST的這種感受 它非常的好玩 而且它的整個過彎極限更高 好 那這時候可能網友會問 他說你這樣試駕一天就可以知道 跟這個非獨立懸吊的ST Line有差異 嘿嘿 老實說我也做好了準備 同一天我也請了 非獨立懸吊的ST Line車主來到我們現場 我呢也親身試駕 同時 不是同時 就是說接著 而且呢是在這個盡量 可以去體驗它操控的速度下 來感受這兩部車在懸吊底盤 操控類的一個差異性 我覺得它第一個 讓我最明顯感受的 因為它的整個懸吊 減震包含彈簧 都有加強了 所以呢在過彎的時候的 那個支撐側傾的力道 你覺得變好了 變得更好 然後呢在處理彈跳的那個時間 相對縮短了一些 所以呢就是說以整個操控的彎道極限來講 絕對會比非獨立懸吊的ST Line還要來得更優秀 然後再加上 因為它的剎車碟盤也加強了 你看跟ST的後尺寸是一樣的 這也代表什麼 就是說為了增加它整體在單圈的時候 在賽道上做成績的時候的一個整體表現 所以過彎幾線變高 那你剎車力道也變好 重點是你可以更晚剎車 因為搭載獨立懸吊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會問說它的舒適性 它並不是要去溝通這一塊 因為它強調的就是你看 剎車的提升 懸吊的提升 整體操控的提升 這個才是它的一個 這部車它最有樂趣的一個地方 但其他配備也都不減 而且還更好 看抬頭顯示器 Colpilot 360 自動跟車什麼主彎配備都有 包含什麼運動化懸吊 LED的尾燈 前後加大的這個碟盤 紅色的卡鉗 舊換新的優惠價 所以整體的價值也提升了 當然因為後懸吊的關係 也重了30公斤 但是因為它的整個底盤的操控 設定調教也都更上一層 所以你看像我們現在 跑到山路上來試 剛剛曼尼哥呢 其實也對它的操控都佔餘有加 在整個過彎的流程當中呢 我覺得它的 我剛剛講極限更高 更行運流水之外 其實你可以在彎道裡面呢 去更勇敢的做更多的一個嘗試 就是說你可以更Push它 在彎道裡面的一個表現 所以如果你喜歡Focus ST 兩種選擇 ST Line也很好 整體的表現底盤我也很喜歡 這部車呢更讚 更趨近於Focus ST 太棒了 這部車呢 剛剛攝影問說 老爹這個車有沒有缺點 我真的看啦 從頭看到尾 以這個價格 我認為真的是 接近無敵的狀態 這時候網友看到這邊 可能又要留言了 哇 真的這麼好啊 怎樣怎樣了 我真心的跟各位分享 它最大的一個 我覺得開起來 跟不上我要的補調的 就是它的變速箱的 換檔速度 不是一檔換二檔 二檔換三檔 不是喔 是比如說我要停車 要倒車的時候 從D檔換R檔 那我要前進的時候 R檔換D檔 它總是要讓我等一下 那可能是因為保護的機制 比較太多 保護機制太多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整個在換檔的 在操控方面的換檔 這部分是沒得挑定的 好不好 各位去看看看 就知道了 這部車 掰掰 好 那我們來自動跟車 這個是大部分消費者的一個需求 對 沒錯 不是自動跟車 我在講說它的COPA360 一樣來介紹一下 就是像自動跟車全輸域 然後這個所謂的行程偵測 然後車輛偵測的自動煞車 AEB 這些都有 然後車道維持 警示加輔助之外 還有叫車道居中 這個居中其實它就是 隨時偵測兩旁的車道線 讓你維持在車道線的中間 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沒有居中 就是它快碰到車道線 它才幫你修回來 對 所以這是聰明度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因為像以前 其實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 跟車系統 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 我根本就不想要讓電腦 來介入我的車子 對 可是呢 因為我現在就是 有使用這個功能之後 不管是你去學穗 每天上班好了 學穗你可能偶爾跑 那我們不要講 你每天上班的路上 你會不會跑到快速道路 你會不會跑到高速公路 對 早上是不是一定會塞車 對 除非你做大夜班 那你在這個路上 其實每天使用 這一個Corepilot 360 我覺得這個 根本是太划算的一個配備了 甚至我覺得其他不要給我都沒關係 你一定要給我這個自動更車系統 會讓你到公司都還是充滿精神 對啊 你看現在Corepilot 360 全套給你 所以其實非常的划算 好現在呢 我們就直接上路來試駕一下 因為記得發表的這個 發表會上面 其實我是有去極限超駕一下 那就是原廠有個封閉的安全場地 讓我們去盡情的踩踏跟轉彎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台車的這個操控性 感覺上面實在是太好了 因為現在我們到一般的這個道路上面 雖然你會說 超駕性可能你不是每天都用得到 其實你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擁有這個超駕性 什麼是超駕性呢 就是說譬如說這台車 我們在不管是停紅綠燈 或者是你要轉出去 甚至你要停車位的時候 它的一個精準度 包括它一個你在跨路道路上面的過彎 或者是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的一個轉換車道 其實我覺得這個的穩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縱使你不是住在山上 但是你總是要在4C裡面轉彎吧 那這個時候在你轉彎的時候 你過彎的這個頭的指向性 跟你的這個修正的幅度 其實我覺得這個在我們無時無刻的駕車當中 它是會影響到我們的一個乘坐的品質質感 那很多人會講說擁有操控性就沒有舒適性 其實我覺得我個人是覺得這個不一定是等於等號 那所謂的操控性呢 它當然在山路的表現可以非常非常好 比如說我可以在這個山路裡面非常精準的過彎 因為你不會驚慌 你也不會擔心說你在這個路上面說 等一下這個彎我到底要修正多少才能夠進去 才能夠出來 這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包括我們現在在一個比如說 你看我們現在就是紅燈右轉跟出彎 你看喔很多時候如果你的這個操控的車是比較模糊的話 可能你會轉過頭或者是轉不夠 那你還要再修正 那相對之下我覺得一台車的操控性 對我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台車的操控性不好 你根本不知道你前面的路況是怎麼樣 壓到什麼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你在過彎的時候這個彎是大是小 其實我覺得那種駕駛感覺是蠻痛苦的啦 所以像這一種Focus它在這一個集聚 這一個價錢 然後又給你這樣子的底盤 然後又有歐洲的賽道 LOMO調教出來的一個整個的駕駛感受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 包括我們裡面的一些用料這些東西 該有的科技配備我們就不多說了 但是唯有它的這個操控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值得了 明星期五千里 還好 會不會有數次所 .. 有一定事情 我們首先因為 我們既能價值